我们说什么人才信这个玄学 才有这个缘分 从八字上来说 带什么带什么 这本身就是一种玄说 有很多专业的名词 那我们从现实通俗来讲 第一是经过大灾大难的人 他反省 他不知道怎么样莫莫其妙 就会有这种事情 到处去寻 痛定思痛 啊命啊 这个当中的脉络 多多少少 就会去寻找 捕捉到一些 那还有呢 就是大好的人 啊 一下就起来 爆发后 他当时可能不以为然 啊 那事后 接触多了 发现 我也没有什么能力 没有什么超人的 怎么我就行呢 有福报啊 福报到哪来呢 又说不清楚 所以你看这些 大观显规们 你的领导上司 哪一个不信 有不信的很少 老祖宗传了几千年 老人老话说 怎么怎么 有讲究 有说法 要注意 你看还有一些 地域性的 文化传承 比较 久远的 以及 当然也有存在一些 过度风气的地方 会非常在乎这个 那说了 大好大坏的人 都会去看这个 虽然很多大好的人 他也不在意这个 认为我就是 凭我的能力 我就行比别人 这个已经离道很远了 弱者倒着动 都是经历了 家庭 感情 钱财 事业 身体 各种的痛苦 灾难 之后 才会弱者倒着动 不莽名其妙的 凭什么这样 或者我真的福报很小 那么要经历这些 就从细枝末节处 去寻找原因 就是这个 其实原因的原因 就玄学的根本 还在你这颗道心 佛就讲 佛心 起心动念 因果 就这些东西 然后 有这些想法之后 你会去做一些事 那你说我没想 也做了 那你做错了 也是你不成熟 那 罪 就轻一点 无心为之 罪过就笑 无意杀人 当然这个罪 相对来说 对这个事本身 是小 但是也够大 所以啊 很多 尤其现在主流 讲科学 有形物质 看得见 还有一些命硬的人 他不在乎这个 一辈子我都不行 七老八 也就这样过来了 这辈子 但是还是有很多 解释不清的 他就硬往西方 这一套去套 反正他看不见 他不在乎 对这种人气场 往往也比较强大 你不信 他也可以走得很好 但是你总得有点信的 那良心 那人道 伦理 那信仰 宗教 都可以 相信自然就够了 相信道 他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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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信